好 哈喽小伙伴 大家好 又到了周末啊 淡冰花跟大家分享这个拆解要点的时候了 那我们这周的车型呢 就是我身后这台广汽传奇的M8 对吧 是拿个的一个MPV 价格呢 也算是比较适中吧 当然呢 这周呢 你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 这车外面里面的那样事 好 当然呢 我们这个视频呢 也是可以帮助期望啊 能够去帮助那些愿意DMI的小伙伴 是因为这台车呢 拆起来啊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尤其是在后面部分呢 还是 还是真的啊 真得听我讲一下 要不然呢 您要想等着DIY的时候呢 还真的不好弄 好 那这台车呢 我们是怎么拆下来的呢 就听他淡一话 跟小伙伴去聊一聊 好 还是老规矩啊 先跟小伙伴去讲一下前面 前面的话呢 不算是很难 但是呢 有一个鲜小的地方 要跟小伙伴去说一下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它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的 但是实际我们在拆的时候呢 我建议啊 就是把上面几个卡口拆下来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整个前面前脸呢 稍微的往前掰一下 因为它的还是有一定空隙的 然后呢 顺着这个空隙 把中间的这几个卡口给拆下来 因为呢 它的确啊 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 但是呢 它这个卡口把 特别的紧 特别不好处理 所以说我的个人建议啊 整个拆就完了 上面的卡口 中间的卡口 下面有12344个卡口 然后两侧看到123 三个螺丝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边啊 刚才这个螺丝呢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顶端这边有一颗螺丝 就在这个位置 拆下来以后呢 前面就可以拆下来了啊 就是前面这块要注意 你尽量不要去使蛮力 去单独拆下前面的这个 我们叫做进气格栅 是因为呢 有点紧 不太好拆 我建议啊 就跟我们一样 整个一拆下来 您呢 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 好 这个呢 其实不算是很难啊 真的 难点在后面 好 那我们来到后面 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 首先呢 怎么说呢 这个车 就是后面吧 其实呢 它不是很难 我们先说表面啊 首先下面有 拨拨拨 卡扣 对吧 然后呢 这边螺丝卡扣什么的 然后呢 难点是什么呀 难点是 你的大灯一定要拆 是因为呢 它的这个位置啊 看到有一颗螺丝 是跟钢皮去相连的 但是 你要想把 这一个大灯拆下来 就这个位置啊 你要想把这个大灯拆下来 可就真的是特别难了 我们 打开啊 打开 好 喂 给小板去看一下 这个大灯是怎么拆的 首先呢 后面这个尸板 这个尸板呢 它是一个整体的 它是一个整体的尸板 然后你要拆的话呢 你需要把这个尸板给拆一下 拆成这样 但是呢 拆成这样的时候呢 你又不能把这个整个拆下来 是非常麻烦的 拆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大灯后边呢 有三颗螺串 这个三颗螺串呢 是在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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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一个地方 一颗 两颗三颗 真的 我这位置啊 你都不见得能看得见 我们当时拆的时候是特别的费劲 然后才把 哎呀 真的 就就就就 这边呢 好一些 这边呢 没有那么多东西 这边呢 这边是比较空的啊 大家看啊 这边是比较空的 就是这边的难度超高 特别高 所以说啊 就拆到后面的时候呢 记住一定要把大灯拆下来 一定要把它大灯拆下来 而且后面呢 是三颗螺串 工具特别的不好 往里去伸 然后呢 把大灯拆下来之后呢 这个后面啊 就后面就迎刃而解了 就非常简单了 难点的难点 就是三颗螺丝 一个螺丝的位置 两颗螺丝的位置 三颗螺丝的位置 大灯呢 大灯我放哪儿了 我看一下 算了 大灯了 好 一颗螺丝 两颗螺丝 三颗螺丝的位置 把这三颗螺丝拆下来之后 大灯往后一撤就可以了 看似很简单 但实际操作非常的难 好 这又是后面的门啊 好 我们把它给关上 然后说一下后面的门吧 门这块呢 前门是比较好处理的 前面呢一共是两颗螺丝 这儿有一颗螺丝 上面有一颗螺丝 上面有一颗螺丝 那我们在门上面呢 对应啊 对应的 对应的这个位置 一个螺丝 然后两颗螺丝 拆下来以后 拆下来以后 相信的卡扣 一处理就可以了 后面的门板很难拆 很难拆 你要想拆后面的门板 你必须要把后门给拆一下 拧掉这三颗螺丝 然后呢 这两个人啊 一个人还真不好弄 拧掉三颗螺丝 把门往外斜一下 我们是用这几个东西啊 垫了一下 斜一下以后 里面两颗螺丝 一颗两颗 这个位置 最硬的是 一颗螺串 两颗螺串 这块呢 稍微的注意一下啊 这块呢 它这个把手 你要想往里吞的时候呢 必须把这个锁啊 给拨过来 让它吞过去 然后呢 记住 这个后面这个门的内饰板 如果 你要是想拆的话 你要是想拆的话 记住从前面 往前一抬 后面一撤 然后整个的内饰板就下来了 然后呢 注意啊 有一个难点 这一个卡扣 这一个卡扣 特别的不好处理 第一 因为它在中间的位置 你不太好使力 所以说呢 建议啊 把前面或后面拆开以后 用伸一个工具进去 啪 一撬 给它撬开 这样呢才是比较好拆一点 后面呢 是 难点是两个 第一个 这是一个位置 比较刁断的一个卡扣 还有一个 后面的门 需要整个的拆一下 好 这就是这台车在拆解过程中呢 我们发现了一些难点吧 当然说呢 其实啊 这个 它的设计是不难的 因为它也是比较偏日系的一种设计的方式吧 但是呢 有几个点是不好处理的 行 今天这个车型的拆解要点呢 你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 希望呢 我们的视频可以帮助那些愿意去点外的小伙伴 我们下一刻车再见 拜拜